建筑工具 我想建筑永远都是建筑师个性的一种外化 是他自身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一直觉得做建筑 其实就是不断在挖掘自己 认识自己 从09年到现在13年时间 事务所还是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简单的说 就是一个从小尺度 向更大尺度的一个变化 然后从乡村向城市的一个变化 我们同时在乡村仍然有一些小的 这种陆陆续续的实践 给原有的环境去注入一种新的能量 这是一种类型 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在城市里面也 现在在做一些这种 就是非常具有公共性的这种项目 包括参加一些竞赛 图书馆 剧院 这样一种公共的文化类型的一些竞赛 现在在我看来 其实乡村和城市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于做建筑来说 从根本上你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 只是针对不同的条件 你会有一些不同的解决的方式 解决的策略 不管哪个项目都需要你在场地里面 首先用心去感受 你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带有一种预设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你已经知道要怎么样去做 比如说之前我们在郊东的一个小岛上 悬崖的顶上做的一个项目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场地 因为有天有地 有这个地平线 就是它会有一种很强大的一种自然的一种力量 然后去影响这个建筑 还有一类是在城市当中 具有一种复杂性 或者说能够体现一些 城市的历史的积淀和时间的一种层次 这样一种场地 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 在北京的江江甜品店 那是一个城市里的一个嘎篮 只有几十平米的一个角落 那这种场地但是反而更能够激发设计 去给它进行一种转化 给这样一种场地去注入一种能量 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场地类型 就像我们说水无常形一样 就是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它自身的一个独特性 这个感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场地的精神 能够在你的内心产生一些回应和共鸣 或者说一些通感 然后它会在你的设计过程中 像催化剂或者像酵母一样起到一个发酵的作用 最近我们在做松山湖科技平台这个项目 项目有比较综合的内容吧 有会议中心音乐厅酒店一些接待的这种空间 如果说挑战我觉得一个是 就相比于我们以前做的某些类型项目来说 它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这是从工作组织上来说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需要处理的最棘手的设计问题 就是处理整体和局部的这个关系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难的 比如说音乐厅和酒店几乎就是一墙之隔 但是它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这种气质的空间 那么如何去处理他们这样一种就是既有个性 又要追求一种整体性的一种平衡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项目最最具有挑战的地方 这个项目也是在探讨如何用当代性的一种方式 来回应岭南的这种气候和传统 这也是一个我们事务所接触的这种比较新的话题 对 我觉得建筑里面一直不变的就是 你始终需要去让设计能够面对人心 直指人心我觉得是设计必须要去回应的一个事情 因为建筑绝不仅仅是解决功能的问题 只有触及到精神层面的这个建筑 才是有更长远的一种价值吧 就是真正内核不变的东西 只是你的手段是不断地在变化了 可以这么去理解 那我觉得我的建筑应该我希望它更眷勇一些 就是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们说我是被建筑给耽误的歌手 或者也许是考古 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历史 运动才能让我保持能够持续地去投入到设计当中 一个比较好的身体状态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时候会起车上下班 就是把路上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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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